好,引用抓bus的檔案 在我们平台上不一定要把档案直接上传在上面 我们也可以跨云来做处理 假设我抓bus上面有我的上课要用的动机 我需要从抓bus上面下载下来再传上我们的医学员 在新北市医学员不需要这样做 你直接新增 一样我们选择一个档案 这是我抓bus上面的档案 我要拿来当教材 那我们直接点选上传教材 在这边我们就不使用上传一个档案 直接选择我连结抓bus 第一次你当然要登入 他会问你抓bus的帐号密码 好,当你登入之后 他问你抓bus要不要允许我们这个平台 来存取他的档案 你一定要点选了Long 我同意 这个时候你才会看到你抓bus上面 所分享的档案 假设你第一次看到这样子是白的 也没关系,直接按XX 再来看一次抓bus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你抓bus上面所有资料 假设我要把这个0918这个档案 这个PPT我要分享就选择这个档案 好,这样自动他就会去连结抓bus 而不是把这个档案下载 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医学员上面 那将来你就要移动这一个档案 那我们教材就移动 这是跨云的合作 这是跟抓bus上面有做储存病显示 当然你在抓bus上面 你必须把这个档案设成 那个所谓的共享的一个模式 不然别人还是看不到 因为你在抓bus上面的属性 你要点选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连 就可以下载 开启,这就是我的简报档 抓bus就可以直接这样连 那改天抓bus的东西移动 这边的东西就跟着移动